下一個就是坡數 因為我們有一個坡數的公式 就把它帶到坡數公式去算 當然我不見得要算速度 我可以去算坡長 我可以去算週期 我可以去算頻率 但基本上就是利用坡數的公式 彈簧每秒震動三次 然後坡數坡長0.2公尺 請問你坡數多少 然後你就要曉得 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頻率 週期叫做震動一次要 幾秒 頻率是一秒震動會有幾次 所以它一秒震動三次 表示頻率叫做三赫 三赫 然後呢 我們的公式叫做坡數是頻率乘以坡長 題目有坡長0.2 我知道頻率是3赫 所以乘完就叫做0.6 每秒0.6公尺 理論上你要注意單位 它是給公尺還是給公分 那這題沒有這個陷阱 就直接寫就好 OK 於是就停車戰界問數率多少 這跟剛才的題目基本上完全一樣 只是改成每分鐘震動72次 你要想辦法把它換成週期或者是頻率 然後再去跟坡長做處理 你就會知道坡數有多快 帥哥美女 應該是美女對不對 來 可愛大美女 萬 不要 多少 有答案了嗎 沒有 你會寫嗎 不會 每分鐘震動72次 就是60秒震動72次 表示1秒會震動1.2次 表示頻率就是1.2 你要改算週期我也沒意見 你要改算週期我也沒意見 可是一次有幾秒我也沒意見 不過那個有點不好除啊 留分數也可以 然後呢坡數就是頻率乘以坡長 頻率叫1.2 坡長叫做10公分 它告訴我10公分 所以乘完就是每秒12公分 我講過就是帶公式嘛 所以重點是先把公式背清楚 然後要搞清楚什麼叫週期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坡長 然後往裡面帶 因為考試可能用畫圖的方法來告訴你坡長 像這樣 我不是用寫 我是用畫圖的 然後你要從裡面看出來 坡長有多長 或者換一種圖形畫 你可能可以看出來週期或頻率有多少 然後他告訴你坡數是250 他改問你頻率有多大 一樣就帶公式嘛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啊請問人家頻率有多少 可愛大帥哥 帥哥5 36 珠吧 5 這是選擇題還是田中體 田中體5 5公分5公尺5什麼5赫 5赫 5赫 你們說 你的答案叫做No.5霹靂5 這圖上面有三個坡 所以總共150公分 所以坡長就是50公分 公式是坡數是頻率乘以坡長 坡數有250 頻率叫不知道 坡長叫50 所以算出來叫5赫 所以答案就是5 就是剛剛跟你講過的 這些題目就是 運用坡數的公式 第一 會被公式 坡數是坡長除以週期 是頻率乘以坡長 第二個 弄清楚什麼叫坡長 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頻率 我可以用文字寫給你 我可以用圖形畫給你 然後你看出來 帶進去就算出來了 這種題目應該都屬於簡單的題目 OK